小音啊 当初你发现自己是甲心怀孕的时候 就用个告诉建国 现在被他们揭穿了 他们当然生气了 但是我真的不敢说 我爸爸知道以后 就会以为我是故意骗他的 那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是更不好吗 姐啊 你别听他胡说了 他就是给根杆子往上爬的人 遇见建国这样有钱的人 还不赶紧假装怀孕留住他吗 玉米 妈 我真的没有 你现在说什么都可以 反正被赶出来了 玉米 你就别再说了 小音已经够难受的了 姐 这世上只有你不爱钱 别人都是金钱至上的 你相信他就太单纯了 玉米 玉米 我想 建国心里如果真的有我的话 他应该会相信我的 对了 干妈 新月的事情要怎么办 那个关顾男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你能确定 你看到的都是事实 那天是我亲眼看到的 你这干什么 哎呀 减肥 妈 我去买米 你看有个什么别的样子 带两瓶油吧 这垫的油不够了 芳怡 哎呀 新月了呀 芳怡 来 这 这位是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国南 哎 国南 这位是芳怡 哦 是我从小到大最最敬佩的人 芳怡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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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芳怡的妹妹 玉米阿姨 玉米阿姨好 哦 好 嗯 这位是坚毅 是芳怡的儿子 哦 坚毅 您好 您好 嗯 芳怡 我第一次来 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 就随便买了一点 我 我放这儿吧 太客气了 哎 没关系的 哎 芳怡 您过来 我今天来呢 是给您送喜帖的 我跟国南要结婚了 我倒是弱了吧 哎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 妈 我去买东西 你们先聊 芳怡 我陪你一起去吧 你陪你未婚夫吧 菜市场不合适你去 你说的什么话呀 我虽然有老公了 我也需要你这个哥哥呀 怎么 我结了婚你就不认我这个妹妹了 怎么会呢 郭南 我陪建言哥去买点东西 哦 快去吧 正好我跟芳怡聊聊天 哎 郭南 坐坐坐 我去给你下一碗 我们店里的招牌面 谢谢 那太麻烦您了 哎 姐 我第一次 哎 哎 哎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不跟我说话吗 我不再说什么 至少你应该祝福我吧 你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吗 啊 祝福你 说得那么冷淡 一点诚意都没有 说得那么冷淡 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究竟想我怎么样 不是我想你怎么样 是你想我怎么样 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明白 我对你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可是你从来都不敢面对它 所以渐渐地我的心灰了 心死了 直到我遇到郭南 我才有一点重生的感觉 你不敢想 建议 其实现在我什么都不敢想 我只是希望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 做回好兄妹 可以吗 当然 我们以后都是好兄妹 那你为什么一直不给我笑脸啊 好了 好了 你还是不要笑了 你笑得比哭得很难看 你死丫头 你今天想我怎么样 我都那么大了 你干嘛打我呀 我怎么打你啊 我怎么打你啊 你为什么打我 你为什么打我 心远 祝福你 真心希望你的幸福 就是你那么久以来 对我说过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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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你杀人呢 别胡说 没事 方姨 这件事 有时候人倒霉起来真的说不清楚 我这个人一向奉公守法的 但是实在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节目 方姨 我吃太饱了 卫生间在哪儿 在天井那儿 我带你去 不用了方姨 我自己去就行 姐 我觉得这个关锅男挺好的 不像晓英说的那样啊 晓英这孩子就是小心眼 回头我说说他 来 心悦男的上门 你可别跟他胡说八道的啊 我还可以说什么 我会说什么你说 我会说什么 OK 宅 他 你 不是 好 方怡 星月回来了 光南 来 跟他们聊得怎么样 特别好 尤其方怡做的面 真是太好吃了 看来以后得常来了 常来可以啊 不过要付钱呢 我们小本经营 不能老实招待啊 小爷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没事没事 星月 明天带国南回家吃个饭吧 这外公还没见过他呢 光南 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全听你的 那好吧 那我们明天再来打搅您 那走了方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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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来 方怡再见 哎 哎 不是你的 就别再勉强 哎呀 来来来 快过来 来喝茶 谢谢方怡 谢谢方怡 我做的松子鲤鱼 味道怎么样啊 真的太好吃了方怡 辛苦您了 看来 这以后我得常来了 鲤鱼好啊 鲤鱼的刺少 这个鱼刺是个坏东西 哎 像我们老年人哪 万一鱼刺卡在喉咙里 弄得不好就 死掉了 哎 爸你别说死了 我最怕死了 你啊是又怕听又想听 我哪有啊 好了好了 不跟你们聊了 我去跟你们泡点糖水 嗯 来喝茶喝茶 哎 这不是鬼故事啊 这是真真事 哎 郭南 你在医院做医生的时候 有没有听说一些怪事啊 你一定听很多吧 这个我倒真没有听说过 我们这些做医生呢 从来不相信什么鬼啊神的 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哇 你不要不信哪 我妈在临死的时候啊 就跟我爸说啊 在床尾啊看到一个黑影啊 站在那儿是吧爸 是啊 当天晚上我就坐在你妈旁边 不过 我没看到那个黑影 我就跟她说 我坐你旁边我保护你 哎呀没想到 当天晚上她就 哎就走了 所以啊郭南南 你不要不信哪 这样的事情很多呢 郁明阿姨你别说了 手都怪吓人的 不用害怕 真的不能不信哪 我有一个护士朋友她说 很多的人呢临死的时候 都会看到一个黑影啊 在床尾 你猜什么来着 是鬼差来的 狗魂来的啊 但是又不一定成功 因为有些人死得很冤哪 她不甘心 她就留在阳市去找害她的仇人报仇 等到害死她的那个人运气不好的时候呢 她就会扑出来对付她那个仇人 到时候那个仇人就惨了 那 那怎么能分辨出什么时候运气好 什么时候运气不好呢 做了亏心事的人 运气很多时候都是不好的 通常等到你肚脐炎以下 一寸的位置隐隐作痛的时候 那就证明你开始运气不好了 你要小心了 那怎么办啊 有个大师朋友跟我讲啊 如果找一些木炭去拜一拜啊 冤魂就不敢靠近了 现在谁家做饭还有木炭啊 都是用煤气的呀 我们家厨房就有木炭 面馆的密质高汤啊 一定要用木炭来烧 没有木炭熬不出那个味道了呀 我们家厨房有的是木炭 哎 欣悦 我还有很多怪诗 你要不要听 哎呀我不听了 怪吓人的 我去找小姨妈 再听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 来来来 喝糖水 方姨 我先出去一下啊 啊 啊 哎 欣悦 我陪你 来 失陪了 小姨啊 还生我气呢 没有 真没有啊 没有 就 欣悦 我觉得 小姨可能对我有点什么误会 现在正好我想跟她解释解释 啊 那你们聊吧 啊 小姨啊 其实 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人 这儿没有别人 在我面前 你就没有演戏的必要了 喂 小姨啊 你说 汪姨就你也做得这么好吃 她得放了什么东西吗 麻烦你还是出去吧 好 以后大家就是亲戚了 以后要多来往 不能跟我这么教啊 我真的没什么可跟你说的 你出去吧好不好 那 那 不打扰你吧 看来小姨说得不无道理 这个关国男哪 是有问题 本来我是不相信的 可刚才我试了她一下 在她的茶里放了一点药 然后呢 又让玉民给她讲了那段故事 这要是正常的人听了肚子疼 肯定就会去看医生啊吃药 可她不是 转身就去了厨房偷了一块木炭 这说明什么 这不就说明她心中有鬼吗 这下终于真相大白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新月和她在一起 那会有危险的 新月倒是没有危险 这关国男哪 看重的是陈家的钱 为了钱她也会对新月好的 只是这段感情太不牢靠了 对新月也不公平 简易啊 你跟新月的关系不错 你去劝劝她吧 妈 我现在说话她能听得进去吗 死马当火马医呗 姐 我真的觉得你脑袋有问题 这方绿红哈得你那么惨 现在她女儿出事了 你还高兴才对啊 我就巴不得这个关国男骗陈家骗得一干二净 那算替我们出了一口气啊 你还帮她 你真有病 人家方怡这个叫以德抱怨 向你救人是不会明白的 戏我就帮你们演完了 刚刚还说了那么多的词 三百 给你一百 两百 三百 我再加你一百 不要 你们去吃木炭吧 这么急着我干嘛 秦月 你明天要去结婚吗 你明天要去结婚吗 对啊 你明天要早点过来啊 你可不可以不要结婚 为什么 你丈夫她有问题 你不能嫁给她 秦月哥 咱们之前不通已经沟通好了吗 你怎么又变了 我爱郭南 我想跟她在一起 所以 我希望你能祝福我们 如果她真的爱你 关心你保护你 我一定祝福你 可是她不是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之前小英看到的事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小英那时弃国南帮我妈 所以才这么说的 那我妈妈的话你相不相信 郁芳阿姨怎么了 我妈妈在国南的杯子里放了点药 而且还故意告诉她 做了亏心事的人肚子会痛 除非拿木炭去击败 可结果呢 她果真拿了厨房里的木炭 你们不觉得这么做有点太荒谬 太过分了吗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郭南呢 不管荒不荒调过不过分 可事实就摆在我们的眼前 什么事实 我根本就不相信 郭南会做这种事情 我也没有看见他扮什么木炭 秦月 总之我不想你跟他在一起 我不跟他在一起 我跟谁在一起 建业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爱我的人 我当然要珍惜他了 如果我不珍惜的话 我上哪儿还去找他那么爱我的人 那么愿意为我付出的人呢 秦月 还有我呢 我会珍惜你的 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 不不 你千万别误会 你觉得你很残忍吗 之前我喜欢你的时候 你不要我 现在我准备结婚嫁人了 你跑过来跟我试试一些 乱七八糟的话 你真的很残忍 你不觉得吗 秦月 别说了 我不管你来是什么目的 我也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心话 我爱郭南 我是他的妻子 我只爱他一个人 可结果呢 他果真拿了厨房里的木炭 现在谁家做饭还有木炭啊 我们家厨房有的是木炭 秦月 是早餐吧 快起来 你又起来了 走 快吃早餐去 郭南 你衣服上怎么会有木炭灰啊 前两天跟一大堆同事去吃火锅 全都喝多了 不知道谁可能不小心蹭上了 没关系 这衣服完整不值钱 要洗不出来就不要了 没事 能洗得出来 走 秦月 你说我教了什么狗食物呢 居然遇到你这样贤惠的老婆 是不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老天爷对我真的很好 我一定会珍惜 一定好好对你 我先回去把衣服洗了 我先回去把衣服洗了 好 好 陈叔叔恭喜恭喜 不打扰你们 妈 布楠楠 我告诉你啊 这秦月呢 虽然不是我亲生的 可是比我亲生的女儿都要亲 你要好好照顾她 不然呢我饶不了你 放心 爸爸 我一定好好对秦月 进去吧 去吧 招呼别人了 好 爸爸我先过去 金瓜 怎么了 不开心啊 没有 没事奶奶 你去招呼别的客人吧 你别管我 别骗奶奶 还是为小英的事 要不只有小英一个女孩 奶奶给你接错女朋友 刚好看见心里 有个女同学很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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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奶奶去 妈 你来了 秦月呢 秦月 你等我一下 我去叫她出来啊 秦月 我妈来了 你去看看吧 玉冯阿姨 你来了 秦月啊 来 这个给你 妈 我有朋友来了 你们聊聊吧 去吧 秦月啊 今天是你结婚的日子 阿姨本来应该为你高兴才是 可是我真的很担心 原因你也知道 建议已经跟你说了吧 事到如今 阿姨只希望 你睁大眼睛 以后啊 别让自己吃太大的亏 知道吗 阿姨 我明白您的好意 我明白您的好意 我自己的路 就让我自己走吧 真是稀客呀 玉冯姐 你怎么有空来了 我跟秦月说几句话 说完我就走 说什么呀 诅咒我女儿女婿 不能天长地久吗 我告诉你 她们的感情可好了 她们一定会白头到老的 好 秦月 我先走了 阿姨 等等 你们家建辉的婚礼 我可是从桃回到尾的 玉冯姐 不会连这点面子也不给吧 妈 秦月 婚礼卡开始了 去准备一下 去呀 玉冯姐 我带你去的是一些客人 走 各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人是永发的前妻 叫朱玉芳 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女性 她和永发虽然离了婚 离婚 下属什么呢 我说得没错呀 她跟你离了婚 她老是操心我们趁家的事 有错吗 有什么不对的 建国建邦是她的孩子 她操心当然无可厚非了 可是我们家新月的婚礼 她都忙里偷闲来参加 我真是太感动了 一方姐 谢谢你啊 看不出来你这女人还挺有手段的 丈夫都已经跟她离婚了 还在这儿耍花样 也不看看她长得什么样子 就跟她跟她离婚比 就是 那你什么都没关系 对不起 我先走了 徐芳 徐芳 饭 今天是新月的婚礼 如果你敢走的话 咱们夫妻情婚就到头了 你干什么呀 我跟她又没什么了 我不管 你必须陪着我 余总他们已经来了 你陪我应酬一下 走 我先吃草 有一点 我们可以吃草 看不出来 你喜欢我 你就可以吃草 你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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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月结婚之后啊 家里怎么突然间冷清了许多 见夜吧 天天晚上要去上大学 建国建邦这两个小子也不回来看我了 家里再也没有那种热闹劲了 我怎么突然感到有一种 一种孤独感呢 星月结婚了 建夜肯定在逃避 建邦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陈建国肯定是因为这个李小英 你干吗 我没干吗 你看 都是你干的好事 弄得子孙骨肉分离 要是换在古代啊 早该进猪笼了 还在这儿跟我顶嘴 一年 胡说 胡说胡说胡说 胡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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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说胡说胡说 这个礼拜天我把建夜和建邦都叫回来 大家吃个团圆饭 好啊 那建国呢 我 我回去了 爸 干吗 真的很对不起 其实我给建国打过好多次电话 可他都没接 那你有没有去找过他呀 小英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既然知道自己错了 就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 去跟他去道个歉去 可是 我爸他根本就不想见了 这人心都是肉长的 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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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给我点时间给你解释一下 一开始我有那些症状的时候 他们都告诉我说我是怀孕了 所以我也就这么以为了 不知道有一天我来了例假 后来我去医院做检查 医生告诉我 我并没有怀孕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的 你知道了以后为什么没告诉我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我 我怕你说 我是故意骗你的 你现在不更是骗我吗 建国 我知道这次是我错了 但是我不是故意的 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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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刀子 建国 你别走 听我给你解释 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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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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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啊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行吗 聊什么 我现在没有心情聊 我马上就说吧 你知道我最怕这些东西了 是吗 你知道的呀 永远 贴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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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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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再说吧 你是在这儿睡啊 还是回去啊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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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过了 以后我会很努力地去做一个好妻子 一个好妈妈 永远都跟你在一起 我是说真的 我是说真的 你看看身边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就跟他们想过来 是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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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对了 我就是个混败 大混败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我是陈建国 以后被他缠着了 被缠着了 知道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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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快 乾妈 我走了 我一直以为 爱一个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可是没有想到 他会让我这么痛 现在的我 都已经不敢再爱了 我想离开这个地方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谢谢你教会我的一切 也谢谢你给我的温暖 谢谢 以后建国 可以心安理得地回来看外公了 再见 小英 小英 小英啊 小英 小英呢 妈 她会去哪儿呢 妈 你别急啊 之前小英走的时候 都是在这附近活动的 相信这一次也不会走太远 我们再找找看 我想一定能找到她的 这次恐怕不一样 我怕她会离开镇上了 妈 总之你不能急 你身体不好 医生说你急不得的 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她一个单身女孩在外面 这万一出个什么事可怎么办呢 小英呢 妈 小英呢 别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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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呢 妈 妈 妈 好 找到小英了吗 妈 你就别担心了啊 你血还高 你自己好好养着 我问你们找到小英了没有啊 妈 妈 那种女的走就走了呗 你找她干什么呀 是我让小英去找的你 你究竟对她做了什么呀 我让她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 你 我问你打我干什么呀 这一巴掌 是我替小英打的你 就算她骗了你 那也是因为她爱你啊 你怎么能对她这样呢 你伤透了她的心 你知道吗 妈 你不知道她在单位里 她弄 弄得我 抬不起头来了都 是人重要 还是面子重要啊 你怎么永远分不清楚 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真的不担心 她的安危吗 建国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妈 你就帮我去把她找回来 我不管你们离婚也好 是不是在一起也好 只要人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 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听不到 大声点 我找 我找还不行吗 你快去啊 我去 我去 你 你不过就去 你不够一趟厉害我 你不够不够变成了 你不够一趟 你有严重的东西 你有严重的钱吗 远去远一点的地方呢 找工作的事情不顺利了 就是因为那件事传得太广了 附近所有的医院 都认为我有杀人的嫌疑 都不肯要我 我老公的医术那么好 他们不用你啊 是他们没眼光 医术好有什么用啊 我现在真是知道了 什么叫英雄无用武之地 你们俩干什么呢 都苦着个脸 妈 国南找工作的事情 又不顺利了 您跟几个大医院的院长 不是挺熟的吗 要不您帮他去说说 其实国南不是 没有工作能力的人 就是那些人 老受报纸和舆论的影响 所以大的医院都不肯用他 是 我是认识那几个院长 可是我也没说要替他求情啊 对 心悦 别为难妈了 这点事我能解决 你走什么呀 我话还没说完呢 妈还有什么事啊 你来酒楼帮忙吧 可是我学的是一 我不懂经营了 没有人生下来就懂的 不懂可以学呀 既然心悦可以接受你 陈佳可以接受你 难道你就不能为了我们 放弃你的专业吗 如果你可以帮酒楼赚钱 以后给你开家医院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妈 国南的专业是学医的 放弃了多可惜呀 您就别强人所难了 可惜什么呀 如果他有能力 到哪儿都是一样的 你想让他在陈佳吃一辈子先饭 妈 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难听啊 我说话难听吗 还有更难听的呢 我说的都是实话 关国南 你说吧 要不要来酒楼做事 如果你来的话 我马上给你安排 如果你不来也没有关系 反正陈佳不是那么好待的 我们陈佳从来不养闲人 好 我听您的 关国南 秦月 妈说得对啊 他们为我们放弃了这么多 我们也应该替他们想一想 我能把医术学好 同样可以把经营学好 妈 什么时候上班 我随时过去 现在就去 来自权俩 奥南 你初来乍到 如果给你做太重要的位置 别人会有意见的 所以你现在前台 干一段时间吧 前台其实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位置 你想想 每天进出那么多钱 会找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怎么洗衣服 妈 我知道了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做 这儿有三万五千块钱 其中有一些是零钱 是我早上去银行换了 准备找零用的 你把大票小票都捋清楚了 马上记在账上 我来盘点 好 没问题 这些是五万 不是三万五啊 这个关国男实在是信不顾 这个关国男实在是信不顾 我们家馨月就是太单纯了 看人的眼光也太差了 你说早知道听我的多好 不跟这个杀人犯结婚 不就没事了吗 以后啊 恐怕有他的苦头吃了 怎么了 今天下午 我给了关国男五万块钱的零钱 告诉他只有三万五 我就是想试试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贪图 咱们陈家的财产 这么无聊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来 这怎么无聊呢 这关系到我女儿毕生的幸福啊 他们现在虽然结了婚 可是如果有问题尽早地发现 离婚也是很正常的事啊 怎么样 试的结果怎么样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问过收银元了 关国男只给了他三万五 是这样啊 是这样啊 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那 吃一千长一智吧 进来 妈妈都在啊 妈 早上您给了我一笔钱 我仔细地数过了 不是三万五 是五万 好 多出的一万五在我这儿 给您 好 好 那没什么事我就出去了 爸妈再见 老婆 你多力了吧 这一万五又不是什么大数目 他看不上眼 那是难免的 好了 好了 你就不要自寻烦恼了 你 老婆大 今天晚上 烛光晚餐怎么样 不行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 真无聊啊 男静 今天手上很接下子 刚才髒 已经搞定了 很多人 优优独的 快走 小伙优独的 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郭南 我们去看电影吧 刚上班就给人累成这样 妈也太过分了 秦远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 我 没事 你睡吧 你 你睡吧 秦远 我 没事 喂 喂 喂 你打给我也不说话 因为我们缺爹 你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 我们之间也不愉快吗 那你来小河边吧 现在啊 求你了 过来一趟吧 好 那你等我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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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这吹风不太好吧 建业 我 怎么了 不会是有什么事吧 没事 就是突然很想你 很想大家 但是现在那么晚了 我不好把他们吵醒 只好打点你了 我就好欺负是吧 就得打架我 是吧 最近怎么样 会不会有一点不适应 原本一个人生活 现在突然变成两个人 应该会有一点不适应吧 建业 你不明白 有的时候 不是习不习惯适不适应的问题 而是 怎么 他对你不好 不是 其实 他对我也挺好的 那你这是 可能是我自己太不自信了吧 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了 好不容易见一面 我们聊点开心的事吧 你怎么样啊 有没有交女朋友 当然有了 当然有了 像我这样老帅哥 喜欢我的女孩 从街头排到街尾了 是不是真的 这么夸张 是啊 那这这难不错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呢 工作 最重要的 好了 别想了 好好地去睡一觉 睡觉 你也是啊 哎 你们还没睡啊 这么晚都没有回来 我担心你 有什么可担心的 你快点睡吧 宝宝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说来给我听听 没什么心事啊 不可能 你脸上写的有心事 你别瞎猜了 真的没有 我们先去洗澡 秦雷 我们是夫妻 要一起过一辈子 如果从现在 就不宜成相待的话 那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 我来猜猜 你有时候 刚才我实在是太困了 就在那儿睡着了的 然后你过来帮我打文件 我想在那个时候 你还没有心事 之后你出去了 难道是 遇见了什么人 还是有什么困难 你告诉我 我可以跟你一起分担 真的要说吗 什么真的家人 我是你丈夫 你是我老婆 你说要不要说 那好吧 你跟我来 这是什么 你电脑里边怎么会有 这种乱七八糟的照片 靳远 这些都是可灵原来存在我文件里的 我早就忘了 你知道可灵这个人想法比较古怪 经常会做出这些让人不可理解的事情 他还不让我删除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暴力倾向啊 你们都认为我有钱客 但是这件事情我确实是被冤枉的 你不应该怀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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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 没事 我把它全删了一张也不剩 这样咱们就不会再有误会了 欣月 欣月 刚才 你一直是一个人啊 全都删了 你开去洗澡吧 嗯 好 拜拜 yi 你那么楚 是他们打我 为什么打仗 我都不认识他们 你们有事了吧 我没事 那您可以带我坐牙比路去吧 嗯 我要去拿שר 哦 好嘞 哎呀 轻点 哎呀 你这是招谁惹谁了 啊 怎么好端端的被人打成这样啊 哎 老实说 你是抢了人家女朋友 还是黄了人家的生意 哎呀 我没有啊 妈 你知道我的个性呢 我很少跟人家争吵的嘛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了 会不会认错人 要是的话可就倒霉了 就怕不是 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靳音啊 我看以后这买菜的事你不用去做了 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 好了 妈 我没事的 你别看我挂了财 内心也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 打架总不是好事吧 罪事一天不解决 我这心里头一天就不踏实 如果你姨父在就好了 他认识很多公安局里面的人 一定会帮你查出是谁杂的 可惜我跟他已经没关系了 郁敏啊 云翔最近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呀 这个死鬼 你说一台我就气 离婚那么久 一个电话都没有 他不打电话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暗示给钱你 那倒有啊 挺准时的 那不就结了吗 反正对点说钱是最重要的吗 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是看钱的人吗 你就是 姐妈 给你 谢谢啊 你这换肥料的方法可真有用啊 你看这些植物长得多好 有时候书上的东西 不一定都能有用 要懂得活学活用 对对对 要多跟你学习才是 别说什么跟我学习 我们一起研究吧 小姐妈 你搞什么名堂 怎么了 我们的肥料一向是有研究所提供的 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呀 你好端端地换什么肥料 再说了 也不知道你那些东西 对咱们的植物是不是有害 主任 你也看到了 我们老是用同一种肥料 它们根本长不大 还有啊 对面有好多都已经枯萎了 我就在想 因为现在全球的气候一直在变暖 对植物的生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应该顺着环境 来改变我们的肥料 你看 它们现在长得多好啊 至于肥料那方面 你就放心吧 全都是符合标准的 好了 我没时间听你长篇大论 那只是你的一家之言 我要的是研究结果 现在你擅自做主 没通过领导就更换了肥料 你这严重违反了植物园的几率啊 一旦出现问题 你担得了责任吗 从今天开始 你停下所有的工作 回家写份检查 好好反省反省 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错在哪了 再回来上班 我没有错 我只希望他们长得更好 你没有错 那么就是我错了 本来就是你错了 你 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领导 我有什么不敢 大不了我不干了 你们根本就是不爱植物的人 盛建邦 你走了就不要回来 永远也不要回来 我这坏孙子 不需要一个圆导的工作吗 干吗那么在乎 我们家有的是钱 你喜欢的话 让你爸给你买个植物园 有话你说是吧 妈 咱们是开酒楼的 又不是开植物园的 那个主任真是太过分了 我都跟他打电话道歉了 他还是不依不饶的 妈 你干吗给他打电话 又不是我的错 都是他的错 对对对 都是他的错 我们监邦又不是没有工作 不去他那儿了 那监邦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那当然是回我们自己酒楼座了 在外面 终究是帮别人 还不如回来帮自己吧 比喉 你说是不是 我当然听妈的了 那就好 不过我把话说到前面啊 这是我孙子 不是你女婿啊 你不能拿他站柜台的啊 妈 这一点您就放心吧 我是不会亏待健邦的 那就好 健邦 去好好做 来来 支持你 够了 你们不要一唱一鹤地帮我做决定好不好 我又没说要去酒楼帮忙 何况 我什么都不懂 不懂可以学嘛 没有人生下来就懂的 可是我没有兴趣啊 我只喜欢植物 前半啊 来 听我说 其实呢 经营酒楼啊 跟植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你想想啊 咱们酒楼每天要吃掉那么多蔬菜 这些蔬菜好不好 新鲜不新鲜 含得营养成分高不高 这不都是你的专业吗 是不是 嗯 这样 以后啊 咱们就自己开一个农场 以后咱们所有分店的蔬菜 都从咱们自己的农场进 你说好不好 建邦 你妈这个主意好 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啊 这儿呢 是我们酒楼放调料的仓库 那边还有一个放干货的仓库 建邦啊 我一直在想 让你做什么位置比较合适 想来想去呢 还是采购部经理比较适合你 一来呢 你对职务比较了解 知道蔬菜新鲜不新鲜 二来呢 采购在咱们酒楼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采购部经理的位置 也符合你三少爷的身份 你觉得呢 都听你的 建邦啊 你呢 年纪还小 经验不足 要多问问郭楠 郭楠 他懂的东西还很少 你要多帮帮他 放心吧 妈 一定会经理 好 你再带他熟悉一下环境 有什么不懂的 直接找我 建邦 前面还有几个仓库 我带你去看看 来 建邦 进来看看 你好 建邦 这就是咱们的主头 然后我再带你去看 这个仓库 老李 你好 把那个放干货的仓库开开 好的 来 我去看 这里有这么多干货 会不会都坏掉了 不会的 所有的东西都贴着标签 每一天都会有人来看 哪些是过期的 哪些是没有过期的 我们这里是大酒楼 不会让客人吃任何不好的东西 我看 这里有这么多干货 一时之间我也没有什么好做的 怎么会啊 像蔬菜刮火海鲜这些东西都不能放进 每天都要去采放 比如说明天要用的海鲜明天一早就要去买 那一般流程怎么样 我们都有认识的固定货源 一般都是工人买的 党不保障的 好 那我明天给你去看看 熟悉一下环境吧 没问题 我来安排 前面这家就是 走 好 熟老板 熟老板 你怎么亲自过来 陪我们陈经理过来 熟老板 我是熟老板 你好 你好 熟老板 我坐坐这边 看 看 看 都准备好了 那让火机装车吧 好嘞 回里面 来 快过来 往往上 快快快 小心点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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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了啊 来 静帮 好啊 宝贝来一次 我带你随便看看 好 那儿了解一下市场能情 好 走 把西里边看看 啊 其中我们看看鲜的 最主要的鲜的鲜鲜 你说我有一点不鲜鲜 客人不强口 所以一夜宝这个鲜鲜 其次才是价钱 有很多的 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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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看房质的鲜 是又鲜又鲜鲜 那边还有 不用了 我们有固定的货员了 固定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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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价格也是高啊 而且还不一定有我这儿新鲜 走 你看看这儿 新鲜 你看全都是紫的 山海里补的嘛 要速冻的 冰鲜啊 你要是看活的 我们那边也 走 您看看 这是我的价格 姐夫 你看 她加起来便宜 而且她的货种 比那边还有多很多呢 可是 我们的货员 一直用在那边 而且那是妈 从现在就很好 可能妈以前从来 没有看过一家 这么好的店 我们跟她下订单吧 还是跟妈说一声吧 如果什么都要 跟妈说的话 那不就显得我们很无能吗 走吧 跟她们下订单吧 好 那去看看 带我们去看看那些活的 这边 这边 好 今天这鱼怎么不新鲜啊 不圆 先生 请问有什么事吗 你看你们这鱼啊 眼珠子都发黄了 怎么能吃呢 这 这应该不会吧 那你尝尝 那 那我再给您换一条 那哪儿成啊 我告诉你们 郭云 郭云 今天怎么了 今天怎么了 你这鱼子味道怎么怪怪的呀 这鱼 这鸡 对不起 对不起 郭云 怎么回事吃 海鲜都不新鲜 怎么吃啊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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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板 我这十几年是经常光顾你们店 可是今天你们看 这鱼有味儿 它确实不新鲜 是没法吃的 你说 还有那些蟹子 味道怪怪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你们偷工减料了 大家先冷静一下 我们的货员一向都很新鲜 而且都是定点进货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那你尝尝啊 这味道确实有问题 这真的是不好吃 小李 去拿商公筷 加快鱼给我尝尝 今天这事怎么回事啊 吃到足以下棉花一样 你到底怎么回事呢 你尝尝吧 不来的 下次我没不来的 就是 你来尝尝 来尝尝 到底怎么回事啊 海鲜为什么会出问题 你先说 我早就知道菜不新鲜 可是 你儿子和你女婿够的货 我 我能说什么 爸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 换了一家货员 可能没有调查清楚 换货员这么大的事 居然不告诉我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 可以当这个酒楼的家了 妈 不要怪姐夫了 都是我的错 那天我看到他们的货员 觉得还不错 不 价钱又便宜 所以上当了 下次不会了 下次 要是还有下次 我们的酒楼就要关门了 妈 您先别生气 可能是因为剑包随手小 没有什么经验 下回绝对不会这样了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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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到此为止 不要再提了 你先出去吧 以后你们都放机灵点 不要再让我替你们背黑锅了 行不行啊 再有意思 连我都要被你爸爸开除了 还是算了 我这个位置 你找别人做吧 建方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做错的事情 我说你两句都不行了吗 妈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是 我实在不是这块料 我看我还是别干了 万一再出什么错的话 我个人问题事小 影响九楼就太不好了 剑包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可更没法跟你爸爸交代了 就当是我自己没信心 是我自己不想做了 妈 姐夫 我走了 剑包 剑包 我走了 一起玩吧 剑包 来来来 我陪你打一把 好 观众我也很闷 来了 真厉害啊 你赢了 小意思 怎么样 你要是心情还不好 哥们带你兜兜风去 兜风 用什么兜啊 用脚刀 你现在是不是特瞧不起我啊 我跟你说啊 哥们可是有车阶级 什么车啊 你在这儿等我 快点回来啊 知道了 小心点 可以啊 开名车也不用转我啊 兄弟 相信我的技术吧 啊 我跟你说啊 最近哥们可是走了狗屎运了 啊 买股票 是买哪只哪只飙升 这波 买了这辆车 我就全齐了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啊 剑猫 你家不是挺有钱的吗 让你爸也给你买一辆啊 哎 现在谁也不相信我 还让我老爸买啊 不如这样 你把车先借给我开可以吗 可以啊 你开吧 哎 剑猫 这两天我去趟北京 这车呢 割地裤停着也是浪费 你开走吧 给我保养保养 等着划我的时候 把油加满 怎么样 真的吗 是哥们不要骗我啊 骗你干嘛呀 我家就在附近 你现在就开走 猶豫什么呀 走吧 那好吧 你回来请你吃饭唱歌 妈 爸 你怎么了 酒楼出了些问题 你在外面跑业务 我就没告诉你 我都知道了 今天国男给我打电话 说酒楼的货源出了点问题 我刚刚啊 找到了那个给咱们提供货源的小贩 我说我要告他 所以他就乖乖地告诉我 是有人吃了他的回扣 故意赢我们入局的 妈 您应该不会又怀疑到国男身上了吧 这事我不得不怀疑国男啊 因为采购部的事情 只有国男和剑邦在管 剑邦我是了解的 我看着他从小长到大 他的为人我很清楚 所以你说 我能不怀疑国男吗 妈您分析得也许有道理 但是不会有别的可能性吗 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呢 孙邦 你这样提速太快了 我那车根本没系 是我的技术好 我都说了 孙邦 你买车了 我们三少海现在开的是X5顶配 你哪来的钱买车啊 妈你别听哥乱说 其实车是我跟朋友借的 借的 跟谁借的 嗨 嗨 嗨 干什么呢 审饭人呢 哥 妈她不是这个意思 这不是九楼的霍元出问题了吗 妈有点上火 你别跟她计较 霍元出问题了 找剑邦干什么呀 剑邦又不是霍元 霍元真出问题了 你能怀疑剑邦啊 你没点事吧 哥 你 你别说得那么难听 妈只是问一下嘛 你 你不信的话 我 我打给她 干什么呢 你还真胆那么怕她 剑邦 打 你让我打吧 行 打 打给她听 怎么了 她关机了 过来 快 坐下 剑邦啊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如果你想要车的话 你告诉妈妈 妈妈给你买行不行 你怎么可以吃回扣呢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九楼的生意 就没法做了 方理红 这事情还没搞清楚呢 你凭什么就污蔑建帮啊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你不要互担好不好 我这不是互担 我对事不对人 好 我不跟你说 让你爸出来评评理好不好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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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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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我世贼 我贪钱 我全都承认 那么谁都不要再来管我了 哎呀 他们那么大一个家业 那么大的酒楼 收点回扣算什么呀 你不吃人家也吃啊 这叫肥水不留外人甜 哎 简芳 你真牛 我是你的粉丝 我永远支持你 我没有哪回扣 真的没有 那你的宝把车哪来的呀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那是我朋友借给我的 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没事没事 就当是你朋友借的 我相信你相信你了 你看你的样子 就是不相信我嘛 现在谁都不能相信我了 那你的样子要可信才行啊 你告诉我 你有什么可信啊 完全不值得相信 好了 简芳啊 妈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做过没有 妈 我没有做过 妈相信你 来 把这面吃了 剩下的事情啊 妈替你解决 你怎么解决 你不是说 那辆宝马车是阿旺 借给你的妈 她把车借给你以后 这人又不见了 妈觉得这件事情啊 不正常 我得去查一查 姐 你也跟她一起发疯啊 她分明是吃了回扣 我觉得这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方丽红这几年也捞了不少啊 那陈家人捞一点陈家的钱 算什么呀 不过啊 陈建邦你也是的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你还对我们来这一套 你也太不地道了你 哥 闭嘴 我自己的儿子 我比谁都清楚 从现在开始 谁也不许提这件事了 好 健帮了 快吃啊 好不好吃啊 你做的面 永远是最好吃的 一会儿啊 把那个云阿旺的资料告诉我 什么资料 什么地址啊 照片啊都行 地址 我只记得 她家就在附近 具体哪一家我也记不清了 照片 在同学录里面应该有的 妈相信 只要你没做 这件事情 肯定能解决的 谢谢妈 好 快吃 麻烦你看看 这个圆阿旺啊 是我们这个区的 她从小父母双亡 跟着她奶奶一起生活 这样吧 我把地址给你 好 谢谢 谢谢啊 谁啊 你是圆阿旺吧 我是肩膀的妈妈 有件事 没空 麻烦呢 圆阿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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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很忙没时间 我只说一句话 说完我就走 什么话说 你是不是借过我儿子 一辆宝马车呀 阿姨 你看我这个样子 你再看我住这地儿 我像开得起宝马吗 就算我有那钱 我早换别墅了 不可能 明明是你借给他的 别耍我了行不行 我赶时间呀 很忙的 不是 你跟着我干吗呀 不是 你是不是看着我了 太老了 不符合我的胃口 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嫌难听了是吧 你要再跟着我 还有更难听的呢 你给我站住 如果你不把我儿子的事情 说清楚 我是不会犯过你的 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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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 你要打我 我就去报警 有你 哎 站住 你给我 你给我站住 站住 大姐 袁安旺是不是也欠你钱啊 我劝你啊 早点跟他要吧 他最近好像发了的样子 很有钱 你要过一段 再找他都没用了 大姐 怎么样 要跟她相信 毫无heure了 那我师父 百年没给你摔死啊 你怎么阴魂不散呢 等等 我只说三句话 说完我就走 行 有话快说有屁话放 我没时间听你废话 袁安王 你一向没有工作 家里一直很穷对吧 对呀 所以我哪有钱买宝马车呢 可最近你突然发财了 把家里欠的钱也还得差不多了 你说这钱是从哪儿来的 我挣钱还债关你屁事啊 好 不关我事 那就关警察局的事 我这手里头有这个小区 所有借钱给你的签名 他们都可以证明 你最近发财了 一个人发财 总会有些意外吧 如果你不肯告诉我 那我就叫警察来查 我相信我们的法律 会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交代的 阿姨阿姨 我都告诉你行了吧 爸 这么急把我们叫过来 什么事啊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认为监帮会拿回扣吗 我 立红已经去证实过了 是真的 我也很难过 我没把监帮交好 我这个父亲做得很失败 你不是爸爸没做好 是你根本就不信任自己的儿子 你叫他怎么信任呢 采购部经理那么好的位置给他做 他不但没做好他还拿回扣 回扣那点钱倒是小事了 可是九楼的生意呢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呀 立红 你一向做人精明 可这一次你也看走眼了 我们家建邦是个好孩子 他从来不会做任何一件亏心的事 因为他妈妈从小就告诉他 做人要脚踏实地 阿姨我跟你说吧 这件事呢 跟建邦没什么关系 是你们酒桌的一个男的 叫我这么做的 这宝马呢 是他给我的 钱呢 是他给我的 他呢 我家路不会的 真的 听到了吧 你们还想冤枉建邦吗 这个男人是谁呀 是国男 不可能不可能 怎么会是国男呢 我知道了 一定是让你对我开除那个王长顺 我就是怀疑他吃回头 我才开除他 王长顺 不会吧 他不是 是移民澳大利亚了吗 没错一定是他 不然他怎么移民呢 有了钱才移民啊 有了钱才移民啊 一方姐 对不起啊 你看 我们冤枉建邦了 这样好不好 你回去啊 安慰安慰他 他什么时候想回来啊 就什么时候回来 那辆车他也别开了 等他回来 我给他买辆更好的 我们家建邦不稀罕什么名车 他只希望 家人对他的信任 就这么简单 那个理由 pielt Queers 你看他 姐姐 只是说 你来 我以为你不怕呢 怎么了 妈 出什么事了 你可真行哪 骗了我的女儿还骗了我 我以为你不拿那一万五 你的手脚就是干净的 可没想到你的胃口更大 袁阿旺 名牌车 你还乌赖剑棒 亏你做得出来 妈 您在说什么呀 没有 我实在听不懂吗 到这时候了你还不承认啊 是不是警察来了你才承认呢 妈 够了 不要再叫我妈 我看在我女儿的份上 看在我面子的份上 我饶你一次 如果你还跟我耍我眼 我一定让你好看 妈 不知道什么事情 让你对我误会这么深 可自从我来到陈家以后 我一直寻规蹈矩 我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 如果您想叫警察的话 我也想叫警察 您这么冤枉我 我实在受不了 我冤枉你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子是不是 是 关锅男 如果你今天承认了 我从此不再追究 除我们之外 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承认 那我们就去警察局 把事情一五一十地查清楚 我就不信了 原阿旺还活着 那个小贩还活着 难道就能让你逍遥法外吗 是 我也希望赶紧去警察局 我也希望这件事情 早点水落石头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先出去了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出事的都是我这边的人 朱玉芳的儿子就正直 善良 我的女婿就是这么个王八蛋 王八蛋 亲爱的男人 我的女儿 是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早上听说剑帮的事情是被冤枉的 难道那笔回扣是你拿的吗 欣月 我怎么可能拿回扣呢 我没有 卖那么多钱你是从哪儿来的 对不起欣月 这件事情我一直瞒着你 可是我也是没有办法 是这样的 可怜的父亲 在临死的时候已经立了遗嘱 想把一部分财产留给我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后来我们就发生了误会 但是遗嘱已经没有时间改了 前些日子律师把我叫过去签了字 所以这些财产就属于我了 但是我想 我不能拿这些钱 我准备把它们全都捐给慈善机构 可是一下子捐出这么多钱 一定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就把现金都取出来 准备分批捐出去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可以以父母的名义发誓 那我误会你了 我明天陪你去把钱捐了吧 怎么了 就许你一个人光荣 不许我这个老婆沾沾光啊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全听你的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老公 我爱你 我也是 敬业 我握手一下啊 敬业 这么也放你了 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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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餐厅公价 我跟国南为国家做点贡献 哦 哇 这么多啊 挺好的 那当然了 为了给你证明一下 我老公 不是一个贪补虚荣的人 还行吧 是的 你一会儿干嘛去啊 要不跟我们一会儿吃饭吧 哦 我待会儿有点事 你们去吃吧 下次 那下次一定啊 好好好 行 那改天我去找你 好 再见 谢谢 我觉得你们俩的关系 不像是兄妹啊 你怎么那么无聊啊 对 我以前是喜欢过她 但是她不喜欢我 所以现在就 只能便宜你啦 妈 剑帮 剑帮啊 这么晚过来 有事吗 妈 我 我想吃你亲手做的面 好好好 妈跟你做 妈跟你做 来来来 来了 来了 来 这厨房里的东西都收了 妈只能给你做阳春面了 我就喜欢吃阳春面 快吃快吃 快吃啊 妈 妈 我想去青海农学院工作 青海 这么远啊 那 你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一早 妈 妈 妈 你就放心吧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独立生活的 你不要再为我担心了好吗 妈相信你 快吃饭 快吃饭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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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剑邦去青海农学院你同意 剑邦是我儿子 我知道他是个有用的人 只要他想做呀 我就一定支持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学费谁出呢 不会是你吧 他们那么有钱 那你出不是很不公平吗 玉米 吃着玉米 姑娘 姑娘 来来来 吃着就玉米 一块钱一个 小伙子买一个吧 你干什么呢你 你干什么呀 你抱我吆喝吆喝啊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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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好歹也是出过专辑的人 他比我粉丝见到也太没面子了 粉丝 萝卜白菜啊 起来 多事 起来 妈 我饿了 我也没劲儿吆喝呀 妈 要弄点吃的呗 妈 你 玉米 我吃玉米就行 我要软一点的 这孩子真是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胜 妈 妈 你 你 妈 妈 你 你离我远一点 你离我远一点 健帮从小不在我身份长大 我亏欠他太多了 现在好不容易知道 他有了这个志向 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帮他的 至于陈家愿不愿意给钱 那是陈家的事 如果他们愿意给啊 我就让永花 直接把这些钱汇到你的账上 你站在那儿干吗 好啊 要这么决定啊 妈 还想吃 吃点别的 还没吃饱呢 还没吃饱呢 你以为你是谁 你还想吃什么 你开玩笑 你当我是白吃 你 你怎么也给我弄点带汤呢呗 妈 你看 妈 玉米 热玉米 哎呀 这不是陈家儿老太太跟她的宝贝儿子吗 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哎 小姨 你别跑啊 你帮我看一下 我追过去看看 小姨啊 小姨 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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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那么快干吗呀妈 哎呀 你别跑啊妈 我发型都跑乱了嘛 哎呀 我不跑了妈 那要脸不要脸 我当然要脸了 干什么 我现在饿了 我真的饿了 你刚说买吃的 小姨啊 大宇 你们现在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还不都是你 都是你 我们能变成这样吗 妈 咱们走了 不理他 我饿了妈 可惜弄点吃的啊妈 还要不要脸呢你 妈 你还怪人家 都是我把你关坏了 都是我关坏的 都是我关坏了 妈 妈 妈 你别这样 妈 妈 你别当着她这样 她也不给我面子了妈 妈 你别看不起我 你知道那个参加歌唱比赛 红的大宝吗 她是农村来的 我还不比她长得洋气啊 妈 放心 等我红了 妈 你就是新妈了啊 到时候要啥就啥 让那些亲戚后悔去吧 走开 妈 我现在真的饿了 你给我去买吃的 妈 妈 你不走是吗 你不走 我自己走 你给我站住 你真是都没出息的儿子 小姨啊 你们现在住哪儿啊 我们住在民工的工棚里 民工工棚 不行 不行 这太不安全了 小姨 跟我回家吧 啊 玉芳 我哪儿有脸呢 以前 你这种故事好 我还处处为难你 你说到了陈家 我应该是享福的 你说我还自己做尽自己 我 什么都别说了 小姨啊 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 这卖玉米总不是个事儿吧 还有大鱼 身强力壮的 不能老是做白日梦啊 要脚踏实地地做事 你看看你们现在 这吃不饱穿不暖的 什么积极性都没有了 跟我回家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呢 就当我租给你 等以后你们安定下来了 再给房租给我 你看怎么样 这个 放心吧 没人会看不起你们的 谢谢你 谢谢你 外公 来来来 快快快快 走吧 爸 你跟妈怎么跟他们两个在一起啊 哎 玉芳 这怎么回事儿 妈 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 这里不欢迎你们 建爷 不是没礼貌 不是建爷没礼貌 是有些人 不值得我们有礼貌 玉芳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们住宫棚挺好的 谢谢你们的一方好意 阿玉 我们走吧 哎呀 小姨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你怎么还这样啊 你不相信我呀 我信你 小姨和大宇是我请他们回来住的 你们大家客气点不许没礼貌 啊 爸 你说呢 啊 玉芳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爸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我房租就可以了 住我们家特别的便宜 一个月五百块 五百块啊 我们一天也赚不到十块 五百块钱 那可住不起啊 别听他胡说 姐 嗯 还不帮我把心理拿进去啊 快拿呀 哎 我告诉你们 我们家是我们家人住的 你们俩是我们家人吗 哎呀姐啊你还记不记得 老太太逼我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做些什么 你对他们那么好 他们是怎么对你的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还提他干什么呀 你总是这样总是这样 你就摇一头狼啊 迟早的我摇你一口 如果他们是狼 那你是什么 要不要把你从小到大的仇事 拿出来数一数啊 我看这房租 你才应该付呢 我要付房租 而且你拿我跟他们两个比啊 我是你妹 你要我付房租 爸 你说 我要不要付房租 我要不要付房租啊 我说话你给我一点反应好不好 好了好了 朱大哥 玉敏 雨芳 我知道 我们之前做了很多的错事 我真的已经很后悔了 不过你们放心 以前的事不会再发生了 我在这儿 向你们道歉了 真是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对不起了 真的对不起 好了好了 住下吧住下吧 够了啊 不要向我鞠躬 我还没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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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在这儿干什么 回你房间去 我怕有人手脚不干净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 帮忙而已啊 那也不借你动手 要不要帮忙啊 开口说吧 不要客气啦 不用不用了 没什么活儿 我自己行 回你房间去 小姨啊 我看你被子薄又给你拿了一张 来 给你铺上 你真有心 你要说这种话就见外了 我们是一家人 一方 客气话我就不说了 我想求你帮个忙 帮我找份工作 这卖玉米一天卖不了两个钱 再说隔夜卖不掉就得扔了 怪可惜的 放心吧 我会帮你留意的 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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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火了 什么火了 妈 你看 登登登登 未来新生歌唱大赛就要举行了嘛 你们知道吧 好多歌星都是从这唱歌比赛里出来的 我要准备一首高难度的歌曲 参加比赛 妈 我就要红了嘛 妈 你就等着跟我吃香的喝辣吧 啥也不用干了嘛 大宇 你老想的做不到的事 人人都想当歌星 哪那么柔弥啊 妈 我可不一样 我综合实力可强呢 我能唱我能跳的 我特别是在演唱的时候投入的感觉 谁都比不过我 要是在陈家不是表嫂不给我机会 我早红了我 行了 行了 在你做歌星之前 踏踏实给我做点事行不行 行 从明天早上开始 我每天早起唱歌练舞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碍 我可认识你过每分钟 说这孩子可怎么办呢 她真的要给她 很多朋友 帮你帮我 我要给她弄了 这孩子还给她弄了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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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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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来来来来来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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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妈妈 快来快快 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好了 路坡给我来瓶油 好 等一下 你喝不喝 来来来 你看一下 妈妈 来来 来 teo 妈妈 妈妈妈就来了 妈妈就来了 妈妈 妈妈 爸爸 爸爸 这店就你一个人看着 爸爸 你孩子呢 爸爸 现在年轻人还有他们的生活 他才不会管我呢 钱拿好啊 爸爸 陆伯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人哪 我以前有一个小伙计 他人工贵得要命 我一个月赚的钱还给我给他的 现在二十一世纪人才贵 是有道理的 陆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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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和这个人都不计较钱了 有吗 正好啊 我有一个亲戚在找工作 你每个月给这个三五百的也就行了 您看 这 他那太好了 你看我就 抱孩子也抱不好 充满也充不成 我再这样下去啊 我都要提早到第五报道了 瞧您说的 您这身子伯得活一百岁呢 那我先走了啊 哎呀呀记得我啊 哎明天就先让他来好了 啊 明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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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来来来 啊 不顾不顾不顾 啊不顾 啊 就没有时间了 你自己来好不好 自己来好了啊 不顾啊 啊 不顾不顾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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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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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好好好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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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 不好意思 我家美西是一方让我来的 对对对对 孩子 孩子可能困了 慢慢睡一会儿 那好好 屋里屋里 我张小头 好好好 我张小头 不哭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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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好 笑 笑 笑 你上班啊 又不是相亲啊 穿那么好干吗呀 会吗 你看上去至少年轻十岁还是不好 不过如果你配合我的 非洲海底泥面膜使用 效果更好 至少年轻二十岁 真的 借我拥拥 一百块一次 那还是算了吧 八十 不行 太贵了 小姨 在陆伯那儿你做得还好吗 还好 他给你照顾我的 那我心里就踏实了 放心吧 光脆的路上 一个心惶惶惶 多想找人陪我睡 不陪我逛 累了睡在马路上 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 等我还出去买菜 你可不可以在心里上 可不可以 我没听见你说什么 什么 妈 那 雨方姐 我现在连唱歌的自由都没了 我答应我妈要叫她实地做事的 你们是不是想看到我没出息啊 她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这意思 那你看她说就这意思 大雨啊 这样行不行 你能不能亲点唱啊 亲点唱 亲点唱歌也能唱上去吗 大雨啊 想唱歌到外面公园唱去 别的人影响别人好不好 不妈 你怎么帮他们说话 你是不是我亲妈了你 是不是你亲妈 你 你要再唱啊 我就把你这个 妈 你别接 别接 别接 我出去唱还不行吗 想唱就唱 我唱得向良 我唱得向良 我唱 我是一只小鸟 小鸟 想要飞 想怎么样也飞不够 我是虚蜜蜜 虚蜜蜜蜜蜜 一个温暖的环保 这样的要求 怎么算太高 我是虚蜜蜜 虚蜜蜜蜜 一个温暖的环保 这样的要求 刚才是太高 是虱蜜蜜蜂 是虱蜜蜜蜜蜜蜜 可是女气 不是 只不 corners 是否最 ardengan 肺不够 更 emergency 様 looks very good 这灯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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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我今天不是唱了 我这嗓子今天有点闲着了 谢谢啊 谢谢谢谢你 entrepreneurs 老 constell blo 卷аб了 小鸟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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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蜜�蜜 谁应该 大姐 您没走呢 没想到我的粉丝里还有您这年纪呢 您是等着要我张签名照片是吗 不 我今天没带 我明天还来 我明天给你带来啊 明天 你是不是觉得我唱句好 感觉还好 只是基本功还差这么一点点 啥叫基本功呢 你是不是唱高音的地方 老是唱不上去啊 谁说我高音唱不上去了 我我高音才唱得上去 我就是有时候觉得 嗓子是有 觉得有点 我说这么些 这是你吗 哇塞 你跟华仔合影呢 我 我死大天王 我最喜欢他了 还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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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阿尔比小娃子 我特别习惯他 他 他们呀可都是我的学生 您是音乐老师是吗 嗯 老 老师好啊 老师那您也指点指点我呗 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 我可不是什么人都教的 那您觉得我呢 我看你啊 还是有那么 一点点的天分的 才一点点呢 一点点也行 老师那你就教教我呗 妈 妈你把钱给我呗 妈 成天知道要钱 昨天 刚给你一百啊 一百块钱哪够啊 我这是干正事妈 干什么正事 妈 我好想深造想我自己 我想去读一个音乐培训班 培训班 培训班 培训班要多少钱啊 不是很多钱 我问过了就两千块钱 两千 嗯 你妈多长时间才能撞够两千呢 哎呦妈 你你别那么抠门好不好 你通通快快说 给还是不给 我没钱怎么给你啊 不 你还是不是我亲妈了 你是不是想看着我没出息啊 行我知道 那你跟他们一样 都多久想当歌星你知道吗 你们不想让我当歌星 我骗你当 我骗你当给你们看我 嗨 回来 这孩子 真是不听话 听话 奶奶 喂 我今天奶奶有空陪您 您说去哪儿吃吧 听我的 那当然了 你是我最亲爱的奶奶了 那就到了 天下楼去吃喝茶 没问题 哎奶奶 您最喜欢吃那点什么呀 嗯 豆干 我真会吃 嗯 大姨 大姨 救命啊 大姨 你来干什么了 我不是跟你说了 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吗 大姨 我妈她 我妈她进医院了 她病重了 我 想问您要点医药费 你说什么呢 你妈怎么了 我妈她病重进医院了 要一万块钱手术费 大姨你救救她命吧 小姨 一听就是她瞎编的 现在什么重病 动手术才花一万块钱啊 你编 你使劲编 我心远 你不是这么没人亲味吧 大姨 我妈可是你的亲姐妹 你不能解死不救啊 你妈真的病了 我 钱这么去 那好 你带我到医院去看她去 大姨 不行 为什么 我妈特殊传染病 你年纪这么大了 抵抗离弱 你去了肯定被传染 那我年轻 我去总可以了吧 你也不行 女的都传染 奶奶一听就是她瞎编的 什么传染病 光传染女的呀 大姨啊 我跟你妈是亲姐妹 从小一块长大 要不是你们做了那么过分的事 我不会把你们赶出去的 如果你妈真的病了 我跟你去医院看她 我是她亲姐姐 我不怕被她传染了 这 这什么字 走吧 你走啊 你去啊 走啊 去那就去 走啊 不要了不要了 不就一万块钱吗 让我妈逼死在医院吗 扣门 奶奶你看见了吧 一句真话都没有 就你聪明 走吧 全世界都欺负我 都 都 都看不起我 等我 等我 等我红了 你们都哭着喊着跟着我吧 走着瞧 哎呀 怎么啦 哎呀我眼睛进东西了 走走走我开口 走走走 对啊 是怕自己伤害了啊 我帮你吹水啊 好 哎呀 好的没有 嗯 好的 好的 好 陆大哥 哎 你还是要常出来走一走 是啊是啊是啊 像我这种年纪啊 常出来活动好走 对身体也好 是啊 啊 我一个人出来逛吧 就有点孤单一点 是啊 啊 你住了会讲事了 就不会讲别的啊 是啊 啊 哈哈哈哈 啊 啊 以前啊 我常跟我老爸妈 出来逛 天气再冷了 两岸多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温暖 啊 人是该有个伴啊 啊 嗯 我希望你呢 常常做我这个伴 来 我来打 妈 这个交给我 温暖的交给我 不会吧 妈 豆不豆吃 妈 你 你这死老头子 你这老臭鬼 你 妈 你别拦着我 你这个死老头子 你都真年纪了 你还请我妈豆过来 豆大哥 豆大哥赶快走 对不起啊 你现在解释 我没事 我先走 你也走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 你死孩子干什么呀 我跟卢伯也没有什么 啥没啥都拉手了 没什么 你给我回来你 你给我说什么 你给我说什么 妈 你打我干嘛你 你 宇方 你说我怎么要下这样的东西呢 你说他 你说他打了人的盧大哥 让我这么幽怜再回去 我回就不回呗 有什么稀罕哪 妈 你都这年纪了 学人搞对象 你丢不丢人哪你 这个年纪谈恋爱那是挺多的 那叫黄昏恋 你没听说过 你唱个啥 关你什么事啊 怎么不见你找个老头呢 不干嘛要找老头啊 我年轻貌美 崩华绝代 我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机会 我不急 妈呀 就是你 年轻貌美 崩华绝代呢 我告诉你啊 你知道你脸上妆厚的 洗了脸能亲两斤 真的吗 那你知道什么叫破罗呀 不知道 就是你的声音 你说我你 你怎么着呢 你别吵了 别吵了 没看小姨这伤心着吗 大鱼啊 大鱼啊 你陆伯恩人真的不错 我跟他在一起啊 这后半辈子 就什么伴儿 这爱到你什么事了 我把你养这么大 你就这么跟我们过不去啊 别说了 反正我不让你们俩在一块 你这个人真笨呢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妈跟不跟她好 是在于她有没有钱 姐 那个陆伯有钱吗 你怎么三句话就离不开钱呢 她家不是开杂货店的吗 应该挺有钱的 我是你呀 去道个歉 把她认个干吧 那个时候啊 你要什么费就有什么费 也可能啊 你出唱片的钱 她也可能把你找回来 你能不能不说话 不能 你敢再来我就杀了你 我看你还养上歌 我看你 刚才是我有点冲动啊 我突然觉得 其实你跟陆伯还是挺合适的 我们做儿女的不能这么自私啊 所以我也不管你们了 你们就自由发展吧 妈 你说的真是真话 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了 我知道你们对我的转变有点接受不了 其实我自己都接受不了我自己 但是妈 我真的是为你好 这样吧 我明天带上礼物 去向陆伯道歉还不行吗 我明天就去啊 好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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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搞青壮狂 你也知道我这人特孝顺 就我不能看别人吃我妈豆腐 你知道吗 谁知道 你俩背着我们搞地下情 什么 别动 陆伯 别动 您这角度看 太像我死去的老爸了 不是我认你做我干爹的 您答应了 干爹 那您说我做干儿子 可不能怪我了 这水果是我专门为您买的 全进口的 巨贵 您收下 也不用这么客气啊 那当然要 我空手来不是我风格你知道吗 这么说 你不反对我跟你妈交往了 不反对 不反对 我妈那乡下老娘们 您能看上那是我的福气 这我要是反对啊 我地底下的老爸 他都不乐意 那就好 那就好 反爹 那我将来干儿子要是有什么事 您肯定得帮我对不对 会会 什么事啊 您知道我唱歌很好吗 不知道 您不知道啊 我妈不跟你聊我啊 没有啊 我还出过专辑呢 我那些粉丝整天 哭着喊着追着我呢 这是这样吧 我给你唱一首 我给你唱个 我现在说你不明白 我给你唱个现在 网上特流行的歌 叫香水有毒啊 我 我给你唱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 是我彼此犯了罪 不敢嗅到她的美 脱掉衣服擦干 好 行行行 好好好听好听好听 唱得好 干爹 你也觉得我唱得好是吧 干爹 你挺懂的干爹 干爹 其实我 我一直想去深造一下自己 我最近在外面 看到一个不错的音乐培训班 可是你也知道 我妈她挺穷的 我说干爹 您能不能圆我这个深造梦 您就当赞助我呗 我将来红了 我给你买大别野 我给你买BNW 不是 好好好 要多少啊 也不是很多钱 就一两三千块钱呗 这两千是学费 一千是资料费 这么多 我股票没这么多啊 那您有多少啊 这 我看看 嗯 这一千块钱 去 这一千块钱 行 要不您都给我 我再去凑凑 我凑凑 我凑凑看 凑凑看 凑凑看 你不太快 你不太过了 你不太过了 那你会给你墙子